拍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拍帮他找回健康 焕发火地 我的健康我做主 坚持拍出好身板 中华医药即将播出 健康故事拍出好身板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拍在北京市民王秀芬的生活中 占据了重要位置 拍腿 拍脚 拍胳膊 拍肩膀 他总是在拍来拍去 这是必顾客山的 首先切了窗就拍 我一天要 这个一天拍两次 扫完隔一次 其实王秀芬还说的保守 他每天可不止拍这两次 您瞧 看电视的时候也在拍 可以随身板 在汽车上 坐在汽车上 要不然挺笨的话 这么拍一般来 哎 又舒服 哎 又觉得时间多 那挺坏的 果然出门都不离手 一路走一路拍 和邻居们聊天的时候 也在拍 除了干监务的话 闲下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拍 一路拍都觉得拿手 都觉得缺点什么一样 拍拍打打 无非就是为了感觉舒服点 这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拍了以后呢 觉得特别轻松 特别轻松 特别愉快 觉得这身上热 糊糊 脸 头都很深 好热 连脚心都热 我这么一拍 连脚心都热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华医药 要说现在的健身方法呀 真的是五花八门 层出不穷 这不今天又来了一个会拍打的人物 王秀芬用的器具呀 像一个洗衣服用的棒锤 要说锤打身体的保健用具 其实也有很多 总觉得他这个有点与众不同 您说用这个东西 在身上拍来拍去 能有什么用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故事 我们也拍 王秀芬也拍 怎么差别那么大 看来这里有文章 我们注意到 王秀芬拍的最多的 就是他的右腿 他实时光抬小腿 因为主要呢 拿手筋啦 什么毛凉器 什么抓紧啦 什么等等 没劲 主要呢 还是 冲气盖一下 这个小腿 王秀芬这样拍 最早就是因为腿不舒服 曾经有20年 他的右腿 简直就像感觉不到温度 反正稍微冷一点 他就要穿棉裤了 别人 他穿青裤的时候 他要穿棉裤了 就是穿着棉裤 两下都觉得冷 都觉得冷 拿手 穿着棉裤里头呢 还带上呼气 那个米笼的呼气 很厚的呼气 还冷呢 觉得毛凉器 那时为了让腿暖和过来 王秀芬除了多穿衣服 还自己想办法取暖 这么多年来 王秀芬也找医生看过 虽然有所缓解 但并没有去根 后来还发展到经常抽筋 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 经常的摔胶 和新裤子都摔破了 所以我屋里 这一条腿 穿的串身都不舒服 这腿越来越重 压力越来越老 可能就会更加加重 身吧 也不出屋了 那个总是反正 坐在那儿 用手捏啊 拍啊 打啊 它肯定是不舒服 儿子孝顺母亲 就买了几个保健用的小锤 让它有空就锤打锤打 就觉得这个凉起头要跑 再者呢 就觉得比较轻松 所以说呢 我就想施静胎 腿一敲能感到轻松 这可是相当难得 可刚用起天 小锤就坏了 我就想呢 哎 用它这个压力 是不是自己 自己做一个台子 有普通的 有桥的呢 特别 特别带劲 就特别跟进 这样 那不是就更好吗 外面买个现成的 不就得了吗 自己做 那得多麻烦 再说 拿什么做呢 买一个吧 不见得 由我自己做呢 合适 这个呢 要用钢丝 为什么要用钢丝呢 就是钢丝 它性好 这可是个力气活 为了强度 要把弯处形状的 四根钢丝 绑在一起 绑成的每个小口袋呢 然后呢 把这个装进去 倒是有个形状了 可是这么用也不成啊 得有点重量吧 太轻了不行 太重了不行 太重了打得痛 太轻了拍不起来 一边琢磨一边散步 就看见呢 路边上这个湿头了 装上两块 捡来的鹅卵石 还要缝好固定 再缠上毛巾 这个毛巾布呢 软 再一个好叉 而且呢 有塌性 最后 还要缝上烫 光是看 这一道道工序 就很麻烦 别看模样 不如实面上端页 自从有了这个胖子 王秀芬就像有了一件 趁手的冰气 刚小挖了以后 我特别高兴 一敲着腿吧 觉得特别舒服 他一敲吧 各那小腿都更差 刚开始一敲那时候 觉得毛巾气 但是敲以后 敲那么几分钟以后 就觉得热乎 钢丝加石头 敲击的力道也大了 腿上热乎起来 他更受鼓舞 刚开始没有数 不计数刚开始 因为刚开始吧 也没觉得 就是能敲好柄什么的 反正就比较碎点 但是坚持拍下来 敲了两个月之后 右腿的变化 令他很惊喜 站起来以后 随便走路 比较轻松 也没有再像棍子 那种情况了 他打年以后呢 就是这个腿吧 就是腿转紧呢 什么的 这一方面就好多了 万一也转好几次 这个呢 倒后来呢 就一两次 再再后呢 就后来呢 就没有了 要他消货好了 那我就 有计划 有目的呢 就是给他 紧紧敲打 腿上的感觉 这给了王秀芬 很大启发 这东西 看来能治病啊 那就别光拍腿了 这个假身排呢 肯定呢 对擦身也有好处 所以说呢 就开始拍擦身 消除疲劳 特别明显 拍鸡下 你要进步吧 觉得疲劳 拍鸡下以后 你就不感到疲劳了 就解 以前也经常的发颈椎 这手吧 连这手指头 都觉得 这个发酸 发酸发胀 像奢了一样 这个通过这几年的排打以后呢 我颈椎病也不犯了 现在呢 这肌肉 这颈椎这地方 这肌肉是软的了 于是打那以后 王秀芬拍的范围 波及到全身 从2006年的冬天开始 他就摆脱了棉裤 棉鞋 走路也不摔跤了 而且整个人也显得 比以前年轻 有时候我们在家 自己 我们家庭聚会的时候 他自己一会儿就出去了 出去了 滴了很多东西回来了 我们都觉得特别惊艳 说这些东西 我们要滴了 从超市买回来 走回家 我们都觉得很吃力 你看他这人呢 从来不呆的 一会儿上张三的 拿这些 一会儿给他送那些 一会儿帮助这些 他进去帮助人 那您觉得妈阿姨体力好吗 身体特别好啊 身体特别好 都八十的人了 你看老像六十的 哎呦那是精力的充沛啊 现在呢 特别有点 就像 我也跟孩子们讲 就像年轻了 像年轻的人一样 我就没觉得 是老年人现在 2012年 王秀芬八十岁 居然还能跳绳呢 跳起来不像那么大岁 真不像那么大岁 也就五十万岁 真是 谁跳八十多岁的人 谁跳起来啊 走路都困难了 如果运动些 我跳得更多 因为我现在 心脏啊 什么血压啊 都整肠 所以说呢 这腿脚 特别是腿 我的腿好了 让我现在 起 蹲 蹲 起 因为我们知道 他那个腿不好嘛 觉得说 他自己拍拍呢 可能是 能够缓解一下 他的那个 疼啊 酸啊 我们觉得挺正常的 但是没有 没有想到的话呢 最终这个疗效 这么好 真是越看越不可思议 不仅拍好了腿 许多老毛病都拍没了 真是拍的功劳吗 我们专门去请教 中医骨科专家 没想到 在专家的办公室 也有一把 看上去和王秀芬 自制的拍子 类似的东西 现在的拍子 你看 是吧 形状很像 是吧 只是大小不太不同 你看 是不是 你看这个弹性 它那个弹性呢 可能 这弹性有点太大 太弹性大 就是它的钢丝 可能不够不够粗 像我们钢丝比较粗 弹性可能更好一点 就实用一点 那么如果一个老男人 发生这么一个东西 就已经很不易了 这么说 这个东西 还真是个医疗的用具呢 那它有什么用呢 做的都是属于健身用的 这种经常拍打 这个身体的各部位 使它有一种 产生一种抗击打能力 那么逐渐 古人就在这方面说 在我练功的同时 我以前受过的伤 在拍打的地方下也好了 他就知道这种 这种气血凝结 有这种肌肉 有粘连的地方 通过这种拍打 逐渐逐渐 使这个气血凝结的气血 疏散 使它里边粘连的那种 把硬块吸收 那么王秀芬的老寒腿 为什么就拍好了呢 那么老男人 这种血流慢了以后呢 人就觉得皮肤发凉 外界的这种阴气 更容易吃入人体 他通过拍打以后呢 他加速这种气血的流通 可以驱寒 拍打这种表皮 是一种小的这种 落脉的这种畅通 使他又恢复到那种 年轻的状态 看来啊 这个王秀芬琢磨出的 这个拍子和拍法啊 还真是有助于保健的 其实啊 这个拍打是推拿按摩中的 一种重要手法 过去练武的人啊 把这种方法叫做坐地日行 这意思啊 就是说 即使坐着 只要全身拍 也能达到运动的效果 因为拍打产生的 这个适度的敲击力 能够使肌肉运动 中医讲了 还能够震荡气血 加速运行 所以说啊 这个拍打之后啊 会感觉到热 同时呢 也能够打开毛孔 使滞留在体内的病邪排出 我们后来了解到哈 王秀芬当年的腿啊 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年龄大了 下肢循环不好 中医讲是含邪内侵导致的 而拍打之后啊 他先是感觉到冒凉气 又感觉到发热 这恰恰是拍打疏通了经络 邪气正负的表现 再加上拍打促进气血运行 所以后来啊 是大有改观 而拍打全身上下 气血通畅了 自然也有利于人的整体健康 您看这拍一拍 原来也是可以保健的 有人说了 这拍子我虽然不会做 但是可以找一个 类似的按摩器具来代替 但是拍哪 拍多少次 拍多重 算有效啊 这个咱们还得跟王秀芬和专家 去学一学 王秀芬一上拍打之后 的确是全身上下都去拍 上身啊 腿啊 脚啊 上身啊 就有计划来进行调了 肚子也拍一拍 肚子 肚子因为它有胃 肚呀 皮 什么的 肩子 都有好土 葛凤林医生说 虽说身体的很多部位都可以拍打 但还是有些重点的 啊 好 可以这样 对 下肢皮 一般是背后三条线 还有上肢四面 前面 后面 下面 下面 所以拍打的时候要面面举到 腿也是一样 前面也是有 你看也是有前面 然后以后侧面 内侧面 它也是后面 很多人说肚子大 他想减肥了 他其实这个肚子 每天在拍 一般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拍 打开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觉得有效果了 他这个促进他这个脂肪的这种燃烧 一般情况下 后背 腰腹部 还有四肢都可以拍打 四肢的前 后 内 外 四个面 都要拍到 走窝呢 它就会有大的这种血管 这种神经通过 那么咱们讲中医讲的这个脉位或者穴位 都是在这个交汇 中医讲气血交汇的地方 那么拍打的时候要重拍 可以重拍 其他地方可以一定要过 包括手心要重拍 我们拍打的时候呢 是讲这个 手心 脚心 肘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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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叶窝 腹骨钩 主要是在交汇的地方 就是在窝的地方 就可以重拍 手心 脚心 肘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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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骨钩 中医讲是气血流通的重要说明 必须保持通畅 否则容易生病 可既然要重拍 到底拍多重才合适呢 先问问王秀芬 就这么以下以下调也是 调的地儿大刚开始 因为刚开始病比较重 所以说呢 光觉得调的不接气 就实际调一调 经人而异 你说我年轻 我可以再大一点 如果岁数很大 那么要循序鉴定 这个拍打的力度 要以自己能承受为多 接下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拍是拍 可是要拍多少次呢 拍腿 外侧 和内侧 两只腿呢 隔开四百下 腰型隔开一百下 鸭帮和颈椎 这要拍二百五十下 隔膊和手 也拍二百下 腰和腿部 隔开二百下 每个部位少说也得上摆 是不是要拍这么多 才能起作用呢 医生说这要因人而已 不过有一种简单的评估方法 每次打都能反复 五遍到十遍下去 规定能够打的 也是对 也可以算时间 比如半个小时 也可以一个小时 一个部位拍打五到十下之后 便可以拍下一个部位 全部拍打一遍之后 再重新来过 但是要注意 有些部位是不能拍的 这两个正常是咱正常人讲的 西医肾的约叫肾 中医肾的约叫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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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地方一定要禁排 不能拍的 是不能拍的 因为震动的时候 会使肾受到损伤 受到伤害 这头部最好不要用这个拍打去拍 咱们可以自己像竹头一样 直接刺激这种毛细血管 为什么不要拍头呢 它有震动以后 人会造成这种轻度的脑能大 你用牌子吧 不够怎么样 也是力量 比较大 打头呢 就不舒服 不像手 去打头比较舒服 你的脸吧 你别忘了用牌子 就不舒服 你要用这手呢 就比较舒服一些 二十年以前就显得比较老 脸上味比较多 现在在统领人当中呢 我就显得比他们年轻 黑眼发衰老 没当老年吧 现在王秀芬还经常在家做拍子 这是用来送人的 邻居手里的这些小拍子 是他不同时期做的 每一个都很漂亮 很精致 清除了他的心血 我到他家一看呢 他脚那个贴丝啊 那个手都起了血泡了 我说青年间 那大段子被面新的呀 拿出来啊 就咔咔咔就给脚了 都做了这个了 外社区的老爷爷 总共送了一层 一层多 对王秀芬来说 虽然是个小小的拍子 但是给自己和别人 解决了大问题 这让他十分高兴 为别人而泪 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自己好了 也想着叫更多的人 来享受到这种幸福 这种乐趣 生活中啊 有好多事儿 因为太简单 而不被我们在意 可简单 并不等于没用啊 正是王秀芬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了 拍拍打打的作用 到底有多大 当然了 这拍打的方法呀 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比如说 在空调房间里边 要穿长袖长裤 因为拍打的时候啊 这个汗毛孔啊 打开了 风鞋容易侵入 再有就是拍完了之后啊 要等两个小时 毛孔闭合了以后 再去洗澡等等 那更为重要的是啊 究竟您是否适合 还是请务必在运用之前 咨询一下医生 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 本期的红桃信箱 胖 胖 胖 肥胖又添一种罪 药蛋白 我们三个加好 药前血是两个加好 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 到医院一化医院 你这是沈严 就住院了 病来如山桃 单纯治疗难见效 生活方式不调整 它是所有的药物治疗 它做的就是有善 这套形象 警惕肥胖 伤了肾 马上播出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2013年夏天 记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见到了复诊的小米 他家住内蒙古 正在上高中 有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胖 小学六年级 那个时候我就164 那个时候一米七 现在一米九三 体重已经上了230多 加上240斤了 看着特宽 就像一度强一样 从小到大 小米都非常壮实 可是随着体重不断增加 他感觉到了一些烦恼 而50多岁的北京市民老董 和小米有点像 他的体重每10年就上一个台阶 这是28岁的他 这是38岁的他 这是48岁的他 28岁的时候吧 是很标准的 体重一般都在128 130 然后到38岁的时候呢 就外边就多吃肉吧 然后那个喝酒 逐渐逐渐就胖起来了 到48岁的时候呢 体重达到210斤 那个一上秤的时候啊 那坨哥的200斤 咚咚就起来了 我就不敢再腰了 随着体重的飙升 一些很平常的家务活 对于严重发福的老董来说 简直就成了艰巨的任务 对于摘点菜你就蹲不下去 你要滴了一袋面 飞不动 一会儿就软了 慢慢动会儿呗 回家累了就老想躺着 肥胖免不了给人带来不适的感觉 可是这两位越来越觉得体力不支 疲劳感加重 感觉一出一用动 一出汗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也没有机会太多 但是后来的话 就是变得严重了 跑不能跑得太快 而且跑太快以后 船比人还厉害 不想走 就连家门都不想出 在高医时 小米因为一次生病到医院复查 没想到发现了新问题 最后查出来说是肾炎 尿蛋白三个加好 尿浅血是两个加好 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 而老董除了疲劳乏力以外 身体还出现了其他的不舒服 腰酸 没有疼的那种 就是酸 没劲 一点劲都没有了 就给晕了那种 有点晕乎乎那种感觉 就觉得不好 赶紧就去医院了 到医院一换医 你这身严 就住院了 小米和老董这才知道 他们的这种情况 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 胖了还能影响肾 不仅是小米和老董 很多人都没想到过 不会的 不太了解 因为这医生也不太了解 人胖了以后 这些心脏负担重 新生代谢也不太一样 消化系统等等 这可能都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 或者 反正对身体确实不好 剩下倒是没有太留意过 可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的肾病科 我们看到后诊的人里 不少明显体型偏胖 体重超标 医生说 近年来 肾病科出现越来越多 因肥胖影响到肾脏健康的患者 十七八岁 还在上中 还在上中学了 年龄的低运化的趋势 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这是因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可是肥胖和肾病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联 于仁华医生说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肾脏的工作机制 这个头呢 是一个肾脏的一个大体解剖头 大体解剖头 肾脏是一个排泄器管 前面这是皮质 皮质里头是很多很多很多肾脚组成的 肾脚是一个逆过的一个膜 这个呢就是一个肾脚了 这是肾脚 这肾脚来了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液进来了 逆过完以后 再有一部分血液回来 最后形成了这个尿液的形成 逆过膜 这是逆过膜 逆过完以后呢 它形成尿液 尿液的这个能 这个能参与它 什么尿液 通过四条款排出血液 人体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 我们从饮食中获取的糖 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等 由血液运往全身各处 被利用之后 会产生尿素 尿酸 生理结晶等代谢废物 这些代谢废物 同样进入血液 如果不把它们及时排出体外 人体自身就会中毒 血液都要通过肾脏里的肾小球来过滤 正常情况下 肾脏每天要过滤相当于180个 一升桩矿泉水的血液 经过肾小球的反复过滤 形成1.5到2升的尿液 携带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体外 但是对于肥胖人群来说 可能会出现异常 胖人的肾脏处在高瘤状态 血流量比正常人多 血液脂肪和代谢废物也多 就像河里的水多了 还携带着大量的泥沙 而肾脏有滤过膜 就像一个小筛子 脂肪多了 就会有渗毒性的问题产生 食言长了就会导致 肾小球的肥大和肾小球的硬化 这是一个正常肾小球 胖了以后 它的肾小球 它的体积会比这个大 就是一个肾小球 有病的一个肾小球的图 这个都是正常的 但这个地方发生明显的硬化增生 所以它的肾小球 腻过膜出问题 腻不出去了 腻不出去了 同时呢 它有问题以后呢 有些人的不该出去的东西 腻出去了 蛋白质腻出去了 对于肥胖人群来说 首先肾脏需要过滤的血液量 大大超过正常情况 超负荷的工作量 容易损伤肾小球 其次 血液里的脂肪等过多的杂质 也容易直接导致肾小球硬化 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个过程 后果不容乐观 蛋白料 小量蛋白料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如果出现肾功能的神伤 那就病情就比较严重了 有的病人呢 就是出现了这个 因为肥胖 出现了这个血脊肝的一个身高 甚至尿酸的身高 甚至有些患者和出现了尿豆症 这样的病人我都碰过 小米和老董得的肥胖相关性肾病 这种病是1974年的时候 由美国医生首次研究发现的 近十年来在中国医学界逐渐引起关注 中国肾病研究的权威机构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的 临床观察数据显示 说肥胖相关性肾病啊 是以18岁到45岁的青年人为主 男性患者占了67% 而百分之百都是负型肥胖 也就是肚子胖 他们中啊 75%的人有血脂升高的情况 有63%的人啊 是有高血压 那么这些患者当中 百分之七十都有肾小球硬化 这些数据揭示出肾功能受损的风险 与肥胖的关系 看来对于日渐扩大的肥胖人群来说 又多了一个很大的担忧 而针对这种肥胖相关性肾病 中医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于医生推荐给他们的是综合疗法 首先就是中药汤剂 中药治疗方案呢 就是一个是要健脾 白竹啊 艺人啊 这些健脾去湿的药 第二点呢 就是轻胃火 轻胃火呢 就是以黄炎作为主要的药 不是血液的问题吗 为什么要健脾轻火呢 其实这恰恰与肥胖人群的饮食习惯 密切相关 原来一顿三奶米饭 现在在学校食堂 我们学校的回事比较好 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下课 我都是前五个里边冲进食堂吃饭的 所以他那个不是放的油多吗 都在最上边 所以就是吃的越来越胖 比方说桃苏哈 他本身油性就大 当时咱也不懂 吃了就没够 有时候一次能吃上一斤 就一次就干掉了 一般的肥胖的病人呢 他的就是容易出现脾虚的多 容易出现脾虚的多 但是食欲比较好 就中医讲 脾虚同时胃强呢 胃火比较比较旺盛 他能吃东西呢 食欲非常好 但是吃完了以后脾胃比较弱 他用化不太好 我们说的好东西嘛 好东西你超过量以后 都吃进去都变成废物了 显然长期吃的过多 热量摄入过多 是老董和小米发胖的主要原因 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加剧肥胖的生活习惯 我从晚上五点钟 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在一块吃喝 一直吃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 白酒 然后葡萄酒 啤酒 再加上 饮料吧 什么酸奶啊 反正摄入量特别多 运动完以后 喝饮料这是成事 就是初中的时候不是打比赛吗 一场比赛下来 经常喝饮料 到什么时候 差不多一天一瓶 有时候就是喝完了以后 打完比赛 打赢好几场 桌桌的那个桌柜里 摆的全部都是那个罐子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 肥胖的人爱吃的东西 有些共性 就是中医常说的 所谓肥肝厚腻 这些东西吃多了 容易产生负面影响 中医的讲 会产生湿 弹湿 弹湿和现在的脂肪 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 现在的一些研究来 它会前身有阻的 比如说高脂血震 它就是因为血脂 现在我们和中医的弹湿 有些相似的地方 它会随着血液循环以后 会到前身的这个部位 也会影响到肾脏 把肾脏的这个落脉堵了 所谓实际上 现在按照现在的手法 就顺便到肾脚球的一些硬化 另外呢 就是针对它的弹湿的一些问题 就一些化弹 去湿的 比如半下 是吧 荷叶既可以去 又可以降脂 又可以去湿 也可以通胜落 另外呢 再兼顾一些肾脏的 比较保身那方面的那些药物 就是固色 肾筋的一些药物 比如说鱼真子啊 像山鱼肉啊 这些药物 吃药仅仅是治疗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饮食结构不改 不改变 生活方式不调整 它它所有的药物治疗 它的作用都是 都是有限的 肥胖相关于肾病 更多的情况下 这肥胖 更多的情况下 和它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除了遗传因色以外 一个是它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合理 另外呢 就饮食的量 热量瘦太多 还有就是运动太少 老董 就是一边中药调理 一边加强运动 吃得上也注意了 也知道加强运动 我每天早上起来 要快快走 一个小时六公里 我在医科园走一圈 然后晚上吃完饭 饭后啊 半个小时以后 我再走一个小时 有一个月吧 我从210斤 一下降到154斤 减了50斤 就是减肥的时候 就我这减肥的时候 是有点 还是用药来调理 后来呢 在这个 过了一个月以后 我还要进去吃药 慢慢慢慢的 大概在半年吧 恢复了 三个月左右 小米的体重降到190斤 它的检查结果显示 肾脏功能逐步恢复 正在巩固治疗 由于小米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做高强度的运动 他就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入手 进行改变 就是现在吃饭顺序 已经有了变化 先吃蔬菜 然后主食 有肉的话 就是放到最后再吃 现在的话 也就是一顿 就是吃原来少一半这样 原来一顿三碗米饭 现在就是一碗多一点 就变得比较有光子 而且体重也慢慢下来 运动起来不像人癌一样 可能出汗 其实我们吃饭的细节 隐藏着一些秘密 张晶晶也是西院医院的肾病科医生 她的体重一直都保持得不错 部分秘诀就在饭桌上 下班以后我们到了她家 她正在吃晚餐 我们发现她和大多数人吃饭的顺序 不套一样 她是先喝汤 再吃青菜 然后吃了点主食 最后吃了一点肉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先喝汤的话 你身体里面会没有那么感觉到渴 也没有那么感觉到饿 因为在你胃里先放了点东西 让你感觉会舒服一些 然后再吃菜呢 因为在晚上毕竟她的这个事情 再先慢一些 这样你多吃点菜的话 先把菜吃进去 你的主食自然而然就会少受一些 肥胖相关性肾病 主要还是患者血液中的代谢废物过多导致的 特别是其中过多的汁类物质 就是人们常说的高血汁 为此与主人还推荐了一道酱汁养肾的药茶 那么有这方面隐忧的朋友 特别是那些身材肥胖的朋友们 可以试一试 做了这道药茶 需要准备 荷叶 6到10克 山鱼肉 8到10克 还有草结明 10到30克 生山渣 15到30克 这里除了前面提到的 漆湿酱汁 通肾落的荷叶 以及酱汁补肾的山鱼肉之外 还有草结明和生山渣 另外再像 草结明 草结明的这个药 它有很好的一个酱汁去痰的 一个做法 对于生山渣的 生山渣的药 它是即时食物 它还可以酱汁 可以喝血 还可以化痰 这四个药物配合起来 有很好的一个 减肥啊 降脂啊 控制体重啊 减少蛋白料 做保护生功能 保护生功能 这个药茶做起来也很简单 把四种药倒在锅里 加水适量 然后煮开两到三分钟 或者是用开水泡五分钟 待茶饮 一天一次 适合晚饭后喝 可以长期服用 不过有些人要注意 不过对于肥胖人群来说 要最大限度的降低肾脏受损的风险 还是要定期体检 肥胖相关性肾病 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 所以常常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因此早发现 早治疗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那目前国际上常用的 这个衡量体重的标准啊 就是体重指数 也就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计算出来的 比如说啊 身高要是一米九三的话 体重是一百一十五公斤的这个人啊 那么他的体重指数啊 就是用一百一十五除以一点九三的平方 那么得出来的这个值是三十点九 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啊 这个体重指数如果要是大于二十四的话 就是超重 如果要是大于二十八的话 就属于肥胖了 那如果您要是肥胖的话 同时啊 又有疲劳 甚至腰酸 千万要在意了 因为有可能这是肾不堪重负发出的信号 好了观众朋友 这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 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